这是什么 猪毛吧 鸡脚上吃到个猪毛 兄弟们夏天快到了 最近我在看别人的直播或者视频的时候呢 我都刷到了 有很多人在卖那个什么五股鸡爪 很多很多种品牌 然后我看了一下 每个品牌就这个人推的也卖了几十万 那个人推的也卖了几十万 甚至还有什么一百多万销量的 但是这么多品牌呢 有很多人就会有一个疑问 知道吧 就到底哪一家经济词汇 价格不贵 然后又好吃嘛 所以今天这段视频呢 我决定啊 咱们就来测试一下 网上卖的那些五股鸡爪 到底哪一款性价比最高 味道最好吃 来这次的话呢 我准备的不多啊 大概就是八种 但是这八种的话呢 都是网上卖的比较好的 而且有几个呢 都是大主播推荐 卖的那些五股鸡爪 那先给大家说一下 今天的参赛选手 第一款是周三合的五股鸡爪 重量300克 卖价29块9 第二款正新的五股鸡爪 重量1000克 售价49块9 第三款脱骨黄的五股鸡爪 重量1000克 价格39块2毛6 我买的时候呢 这个品牌叫脱骨黄 但是我拿到货的时候呢 它这个东西叫做乳成香 并且呢 是小羊哥带货的啊 下一个是 金五五股鸡爪 重量500克 价格39块9 口水娃五股鸡爪 重量1000克 售价49块9 火号火焰兔 重量500克 售价42块8 脱骨侠五股鸡爪 重量1000克 售价49块9 就一个状元菜 五股鸡爪 重量500克 售价32块9 其实五股鸡爪这个东西啊 别看它的重量是这个样子啊 但实际上 它是有那个固形物含量的 对 就比方说一斤的鸡爪 它写的固形物含量是50% 意味着就是 除去里面的汁水 一斤的话呢 占一半就是半斤左右 就是可以吃进嘴里的 对 汤其实也可以 但是我们吃的是鸡爪 对 所以这八款的话呢 每一样固形物含量的 都是不一样的啊 这里我列了一张表啊 有两款的固形物含量是50% 两款固形物含量是56% 那具体固形物的话呢 我觉得啊 咱们今天的视频 就有必要来测试一下 到底是不是真的啊 我们先拿这个正新的来举个例子 这个是一斤装 固形物含量只有50% 它除了鸡爪里面 还有辣椒啊 大蒜之类的 这个都算固形物 这两斤有一斤的水是吧 对 50%吗 那这个正新的话呢 我们稍微分了一下 总共是1000克 除了这个汤汁 剩下的只有532啊 可能立的没有那么干净 里面可能还是有一点点汁水的 但是我觉得应该是达标了 对对对 最少不会说滤完之后 它会轻很多 对就跟海鲜差不多 这个就叫专业 好经过一番实测啊 固形物含量我们已经测出来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表啊 其实每一款产品的固形物含量呢 都是达标的 超标我们就不说啊 反正就是没有一款 是那种缺些少量的 都是达了标的 但这个鸡爪呢 我要说一下 有几家品牌呢 它是涉嫌那种 掺了别的东西在里面啊 就这个是脱骨黄的啊 里面除了鸡爪 还有很多的笋干 这个固形物宣传是50% 实测出来是54啊 我估计如果把这个笋去掉的话呢 实际上我们买的鸡爪 可能就只有40多左右 然后还有这个火焰兔啊 我们实测是69% 但是它里面有很多辣椒 都是这个滤不掉的 而且另外的就是 我们买的500克啊 是鸡爪 加上这个 加起来是500啊 这个也是额外算了重量的 然后根据它的包装上写 辣椒油是40克 但实际上呢是49.7克 所以目前碰到的就是这两款啊 可能有那么一点点小问题 因为我们买五股鸡爪嘛 买的是鸡爪 那你加点辣椒啊 加点那个大蒜进去 都是为了调味嘛 但是你加太多辣椒 甚至还连笋都加进去 这个就是我们意想不到的 那接下来咱们话不多说啊 尝一下味道 不过在尝味道之前呢 我先声明一句啊 本条视频没有任何的掐贩啊 以上评测 全部都是真实评测 希望各位能够帮忙 点赞支持一波 第一个正心鸡排的哈 这个鸡爪呢 整体还是比较大的 这个整体吃的略酸 然后这个筋比较多 骨头去的其实还是比较干净 大多数留下来都是脆骨 然后再说一下 我们今天买的应该都是微辣啊 全是微辣 全部都是柠檬酸辣的 吃着我觉得调劲还是比较多的 就是没有那么甜啊 就是普通酸辣的那种味道 加一个口水娃的 骨头说挺干净 脆骨和筋没有那个正心的多 吃着也没有它那么酸 我觉得可能会比它那个差一点点 就是味道要偏淡一点点 就是吃的没有那么爽 对 只能给个一般的比较 好下一个是脱骨霞的 它这个鸡爪的话也是很大只啊 不过都是切过的 这个柠檬味比较重 比较清爽 外表的烧量高啊 我觉得这个比前两款要好吃一点 正心的应该是醋酸吧 这个是柠檬酸 我个人最喜欢这个更清新一点 对 来下一个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加了笋干的五骨鸡爪啊 要不先尝一下笋干 真难吃啊 我感觉这就不是五骨鸡爪的味道了 笋干怎么有骨 是泡面还是什么 那种半成品的味道吧 这是鸡爪啊 它整体不大 不行 满分十分 感觉两分吧 一点都不酸 不辣 甚至还有点腥味兄弟们 下一个状元菜的啊 鸡爪也不是特别长 但是比较肥 它这个好香啊 这跟正心差不多 三品正心要好吃那么一点点 它也酸 就是少了那股柠檬味 柠檬香 我觉得这个脱骨鸡它真的是 鸡爪住了灵魂 对 是有那个柠檬酸你知道吧 好 下一位是筋骨 我感觉这个有点像脱骨鸡 但是可能没有脱骨鸡那么清新 还是差一点 脱骨鸡是好吃一点 对 一入口那个柠檬的味道就泵发了出来 除了柠檬的味道很清新以外 还有一点点的那个甜味 对 它那个柠檬香有了 就是稍微差了一点点甜 如果加一点点甜的话 应该是跟它是一样的 来下一个火焰兔的啊 然后吃这个的话呢 它是要挤那个辣椒的 唯一一款要挤红油的 稍微抓一下啊 它这个鸡爪呢又大又长 然后裹了红油酥 你看特别好看 哎呀 这个可以给个好盒啊 是不是我们前面吃的都酸辣的 然后突然吃一下这个感觉就 我感觉 它唯一的优势就是说 跟我们之前吃的味道不一样 它我可以给到 跟这个脱骨鲨到一个阶梯上去的 而且说实话 它刚刚加的那个红油 确实是灵魂的 来最后一个啊 这个分量是最少的 300克的周三鹅 也是比较肥的鸡爪 这是什么 猪毛吧 鸡脚上吃了个猪毛 老太太在头发店里面了 这个鸡爪很会偷懒的 你看到没 除了这种的就是整只 这三只全是拐筋兄弟们 我花了29块9 我买五股鸡爪兄弟们 他给我这么多鸡爪 在外面买过泡椒凤爪的 大家应该知道 它有鸡爪 鸡爪是很便宜的 不过这款的味道 入口的话也是有柠檬的那种感觉的 可能跟这款金五的差不多 有柠檬香 但是唯独就少那么一点点甜味 不过就是我们拿到那个鸡爪比较多 这个评分就得低一点 好全部测出来了 我们工人最好吃的就是这个拖骨霞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火焰兔 价格拖骨霞是 49块9 然后固形物实测62% 实际上倒手之后呢 里面的鸡爪含量大概一斤多一点点 火焰兔的话呢 由于辣椒比较多 它实测出来有69 价格是42块8 一斤装 但是火焰兔的话呢 它是500克 额外送200克的那个五股鸡爪 所以就相当于是花了42块8 总共700克 我们能够倒手483克 就是快一斤 那跟这个拖骨霞其实就差不多了 不过在这里要稍微提一点 拖骨霞的呢 是没有添加剂的 冷冻保质期是一个月 火焰兔的话呢 是有添加剂的 冷藏半年冷冻一年 所以这款火焰兔呢 虽然好吃 但是它里面加了很多那个防护剂 因为五股凤爪这个东西哈 吃过的都知道 基本上你吃了就停不下来 里面的那个东西稍微多一点啊 一下摄入的就 我觉得就不太好 那最后测出的结果呢 这个产品我到时候就直接挂了熟窗里面 那本期视频呢就到这结束啊 希望各位能够帮忙 点赞支持一波 这样的这些呢 各位可以看到啊 有个冰箱哈 我们直接放在冰箱里面 还是那句话 除了这个 你单吃另外每一款 你都会觉得还不错 但是你把它放在一起 你就会觉得就是这款比这个好 这个比那个好 都是一样的 对对